妈 你说这王阿姨介绍的相亲对象 怎么还没来啊 不好意思 我来网了 喂 贵子婷 哦 带松啊 原来你就是王阿姨给我介绍的对象 这位是 这位啊 她是我妈咪 哦 是阿姨啊 你好 儿子 你认识她 妈 这何止认识啊 她呀 她是我老同学呢 她老同学呢 一看就混得不咋的 相亲呢 骑个破电动车就来了 这个电动车啊 是因为我的车拿去保养了 所以才骑这个过来 拿去保养了 你什么条件 我不知道吗 就你 保养的是另一个电动车吧 看见没 保时捷 哦 保时捷啊 这车是不错 得不少钱吧 哎 也没多少钱 百八十个吧 我妈呀 妈给我提的 那这看起来 你家条件还不错吗 那是 那咱们就把结婚的日子定一下吧 结了婚之后 这辆车给你开 这么好啊 儿子 像咱们这种家庭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随便进的 Delay规矩 哦 还有规矩呢 那是 进了我们家门 第一 你听我儿子的 我儿子说啥就是啥 第二 一进我们家门 先给我们生个大胖孙子 对对对 这第三嘛 进了我们家门 所有的家务活 由你来承担 我儿子可什么也干不了 哦对对对 这房子车子啊 都得写在我儿子的名下 可不能交给你一个外人的包裹 对对对 我妈说的对 算了吧 像你们这种家庭啊 我高攀不起 真不是抬局 追我儿子的人多的 都排到长城了 行了吗 咱们别跟当客户了 一会儿啊 我还去卫士集团 有货要开呢 不知好歹的东西 你 董事长 您给您相亲对象 准备的车 已经给您开过来了 哎 刚才我就看他眼熟 这不是咱们公司 保洁部的狗经理吗 哦 原来 是保洁部的狗经理啊 你刚才说 要赶上去厕所开会吗 原来您就是魏董 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啊 张经理 就罚他 打扫三个月的错误